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美国的动作片《特工少特》 影片讲述的是一位美女特工 四处逃窜躲避敌人 最终寻找到事情真相的故事 女主少特便在牢房里 说着朝鲜士兵们非人的折磨 想要逼迫她承认自己是特务 而少特即使昏迷过去都没有承认 画面一转,朝鲜军方统一放了少特 少特感到很迷惑 美国不应该牺牲自己吗 原来是一位生物学家在社会上四处呼吁 才换得这次拯救她的机会 少特十分感动 于是他和这位生物学家结婚了 然后少特平静的生活并没有享受多久 在他和生物学家的结婚纪念日的时候 少吉命令少特去审问一名投案自首的俄罗斯间谍 在逼供中俄罗斯间谍告诉军方 在80年代的时候 曾经秘密培养了一堆儿童间谍来暗杀总统 而少特也是俄罗斯特务 少特一脸懵逼 但是测谎仪上显示这个间谍说的是真话 此时少特害怕有人会对她的丈夫不利 于是打电话给她的丈夫 却发现没有人接 决定去救自己的丈夫 而军方怀疑少特可能是间谍 于是想要留住少特 少特运用聪明机制 逃脱了军方大楼的重重包围逃了出去 逃到家后发现丈夫也不在 他拿着自己的背包从阳台上逃出去 军方决定如果捉不到少特 也可以就地正法 这时少特在植物园出来后被军方追击 一路逃到了天桥上 为了躲避军方的枪击 少特从天桥上跳到一辆卡车车顶上 再一次地逃脱了追捕 不久美国的副总统逝去 各国政府首脑都前往美国调研 少特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于是趁机化妆成另外一个人的样子 混进了举行副总统丧礼的教堂 利用炸药制造混乱 趁机杀死了俄国的总统 然后举起手枪投降 在被押送的途中 制造了一起交通事故 再次逃出 逃出来的少特登上了一艘邮轮 画面一转 来到一个男人正在训练一个小女孩 这个女孩正是少特 原来之前自首的俄罗斯间谍没有说谎 少特与之前训练过的他的那个男人碰面了 那个男人告诉少特 丈夫被他绑过来了 决定处死他 少特装作若无其事的同意了 眼睁睁地看着丈夫在水牢中被溺死 那个男人告诉少特 他要去见一个特务 在一架飞机上 那个人穿着北约制服 那人会告诉他最终指示 而他将不再和少特联系 少特找到了那个特务 原来最终的计划是去白宫暗杀美国总统 而少特的行踪暴露 特务死于炸药爆炸 而少特趁混乱逃脱了 他来到地下室 发现自己以前的上司 正在准备发射核武器 原来上司也是特工 少特假装想加入阻止了上司 在紧急关头 少特按下了取消发射的按钮 而自己也中弹了 幸好穿了防弹背心 可是还是被逮捕了 局方并不知道上司的间谍身份 于是少特在押送途中 用手铐铁链杀死了上司 黑暗警官通过调查 知道了少特按的按钮 于是放了少特 少特被放之后 搬成一个凶女 找到当初杀死她丈夫的凶手 便开枪杀死了她 影片至此结束 剧中的女主角光环可真是太强大了 感觉就是无敌的存在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